找灵感是吧 找到我家来了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敢 混蛋 你谁啊 放开他 骆驼 你不要以为你家有权有势 就可以欺负我们家简安 你们家简安 对 我跟简安 上同一所大学 我说我们家怎么 可他现在是我妻子了 况且这也是我陆家 我还你陆家还是马家 今天简安我就定了 我对我的妻子怎么样 与你无关 下去 你 我 江苏凯 你说这个苏简安啊 我还指着她的小说 帮我保住男嫔呢 真一下可好 那股市一下少了一个亿啊 对 那个苏简安解约没有啊 她呀还坚持要更完最新章节呢 这不浪费时间吗 那要不是陆总看她的小说 谁有功夫搭理她呀 灵难交传一声 好热 随后身子一软 倒在了沉默的怀中 为什么要交传一声啊 这接下来该怎么写呀 这都已经下午三点了 徐波怎么还不回来 完了 今天看来是交不了了 这陆总怎么还不到 陆总什么时候到啊 按理说这个时间应该到了 也许是路上堵车了吧 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好好好 打电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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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的手机有信号啊 小姐 系统ID是我设的 只有我的电话能打 拿来 我有事要带 挂了挂了 我再打一再打一 不让我工作 你也别想要工作 还以为我跟初中的时候 一样好欺负啊 苏简安 把手机给我 不给 社长 没打通吗 你说我男嫔都砍了 他 他不会爽约吗 应该不能吧 再等等 嗯 简安 手机还了 我再不还呢 简安 我 我 简安 开门 想都别想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开门 手机还给我 别做梦了 咱们今天谁都没想干活 通过预进吧 苏简安 你给我出来 苏简安 没锁啊 苏简安 苏简安 江少凯 我在这儿呢 苏简安 我找了你一宿才找到这儿 你说你找别人结婚不找我就算了 居然还同居 你下来给我解释一下 我现在被锁在别墅里边了 你赶紧想办法把我给救出去 啊 什么情况啊 你是不是被逼困啊 你别怕 你跳下来 啊 我接着你 这么高 我怎么可能跳了下来我不敢的 哈 啥呀敢起呢 我在呢 快点 不行不行 那你等着啊 我想想办法 喂 你干嘛 你放开我 找灵感是吧 找到我家来了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干嘛 喂 混蛋 你谁啊 放开他 路总 你 你不要以为你家有权有势 就可以欺负我们家简安 你们家简安 对 我跟简安 上同一所大学 我说我们家怎么啊 可他现在是我妻子了 况且 这也是我路家 还你路家还是马家 今天简安我就定了 我对我的妻子怎么样 与你无关 下去 你 喂 江少凯 哎 我说你再怎么生气 也不至于把人家给推下去吧 要真摔伤了怎么办 我 梯子是我车呢 这位先生 你这算是私闯名宅 是我送你走呢 还是我报警让警察接你走 不信 不信 少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 我 我再排一次你等我 跟我犯横 我今儿就不信了 哎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先回去吧 我改天再跟你说 不是 闭婚 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了 那你要保释警惕 有任何危险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立马赶到 啊 好啊 我知道了 你赶快回去吧 不行 我 我要守在这儿 哎呀 你快回去吧 我真的没事 那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嗯 哎呀 那个 替我给社长带句话 我明天一定准时加稿 陆总 这个会已经耽搁了 还去吗 那就不去了 您还是亲自打电话 解释一下吧 嗯 你先回去吧 好 哎 哎 你说这电话都关机了 啊 这不一会儿误信吗 怎么办啊 咱们已经按他的要求 砍掉男皮 和作者的违约金 也会让咱们吃不消的 这摆了明 是在给我挖坑啊 把我逼到绝路 好进一步压低价 陆薄言 高 您是真高 社长啊